大家好,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HSK四级考试,完成句子。 好,这里有五道题,大家先暂停视频,自己写一下答案。 写好了吗?我们看第一题。 第一题的知识点是是什么什么的。 我们看到是得的时候,要想是不是这个语法点。 好,我们再看这,这双袜子,有这的时候,它是subject还是object。 那这里呢,我们看一下它应该是一个subject,这双袜子是给我的。 这里还有一个词,父亲,放在哪里呢? 根据父亲,我们看到这个句子,我们可以想,make a question,who gave you this sock? 这双袜子是谁给你的? 那这一题的答案就出来了。 这双袜子是父亲给我的。 你写对了吗? 这一题有一点难哦。 好,第二题。 第二题的知识点是希望加一个句子。 我希望你能通过考试,你能通过考试,is a sentence。 老师希望你能拿到讲学金,你能拿到讲学金,is also a sentence。 好,那我们看这一题剩下的下去,暖和,天气,继续,make them a sentence。 那我们看天气可以做subject,天气怎么样呢? 天气暖和,还有下去和继续。 我们学过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加下去。 我们看形容词加下去。 for example,受下去,什么什么下去,表示什么呀? 状态持续发展,continue to develop。 那这里就可以说暖和下去,continue to warm,暖和下去。 而继续,继续是一个副词,副词可以放在形容词的前面, 所以这句话就是天气继续暖和下去。 那再加上前面的真希望,那这句话就是真希望天气继续暖和下去。 你写对了吗?这一题也有一点难。 好,第三题,第三题的支持点是正在加动词,表示正在干什么, 类似于英语里面的doing something。 好,那这里正在发展,很好。 那什么正在发展呢? What is the subject? 国家的经济,国家的经济正在发展。 好,我们看,还有一个词,逐渐,放在哪里呢? 逐渐是一个副词,要放在动词的前面。 那这句话就是国家的经济正在逐渐发展。 很好,我们看第四题,第四题的支持点是任何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。 。 for example,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教室。 任何手机都需要充电,充电消息的port。 那这一题的答案就是任何什么任何植物都离不开阳光。 我们看第五题,第五题的支持点是太什么什么了。 好,我们看到有这个标准,那就是可以当subject。 所以这一题比较简单,这个标准太严格了吧。 但是一定要注意,这里是一个问号,是一个问句。 好,这五道题你都写对了吗?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。 好,再见。